晚安各位观众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的全球新闻要锁定在全球各地这些重新复燃的疫情 包括了大的国际都市 也当然包括了越来越恶化的美国 首先我们要锁定就是澳大利亚 墨尔本重新封城 澳大利亚在第一波的感染的时候 三月就全面的封锁 因此动作相当的快 但是现在二波疫情重燃 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墨尔本再次进入三阶段封城 这里面的500人除了买生活必需品之外 不得外出 可以工作跟上学 但是自由度大受限缩 而这里面人口最多的两个省份 也是大家相对熟悉的 维多利亚省和新南威尔斯省边境全部关闭 其他省份现在都禁止维多利亚省的旅客进入 而且不止维多利亚 新南威尔斯省的二波疫情也已经重燃 雪梨有一个贿运司机常去的酒吧爆发了群聚感染 目前群聚人数高达21人 澳大利亚官方现在高度关注这些跑遍全国的司机 会不会把疫情带到澳洲的各个地方 我们一起关注疫情重燃的澳洲 澳洲第二大城墨尔本 今年忧郁的冬天似乎将更加漫长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再起 500万相当澳洲五分之一的人口 从9号起再度封城六个星期 以防第二波疫情扩大 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省 已连续八天单日确诊达三位数 不过星期一稍稍减缓 新增177例 比前几天近300例大幅下滑 但专家表示 现在就要说已控制住疫情 还言之过早 目前维多利亚省确诊数1612例 72人住院 17人在加湖病房 澳洲因三月迅速严格封城 疫情相对控制的好 全澳洲累计近1万人感染 108人死亡 但新一波社区感染 让墨尔本及北边的密切尔县 被迫二度封城 为了掌控疫情 维多利亚省现在一天筛减超过3万人 澳洲其他省份和领地 也纷纷近去过维多利亚的人 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斯省 则对所有来自海外的旅客 包括澳洲公民 收取3000澳币 相当台币6万2 强制在饭店隔离两周 澳洲政府也宣布 13号起 每周能返国的公民人数将减半 降到4000人 以防境外移入 加重医疗体系负担 不过星期一 新南威尔斯省传来坏消息 新增14人感染 最大城雪梨 新南区一家酒吧 爆发群聚感染 现在大批民众在酒吧所在的饭店外 大牌长龙等筛检 雪梨的新翼赌场 也传一名赌客确诊 赌场则因没有遵守 社交距离规定 遭罚5000澳币 约台币10万2 不过有阳光之省美称的坤士兰 10号则是15周来 首度对外开放边境 旅客可免隔离 但去过维多利亚省的人 则禁止入境 澳洲疫情拉紧报 昆士兰大学开始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 13号早上第一批志愿者接种了第一剂 研究初步结果将会在9月底公布 TV新闻综合报道